陆港天后宫的妈祖 26号上午第一次到嘉义县 铺子跟佩天宫的妈祖联合绕境 这是两地的妈祖 三百年来首次的交流 信徒们热情的接驾 空前的热闹 凌晨五点陆港天后宫灯火通明 由两千多人组成的天后军团 准时出发 要往嘉义铺子前进 庆重难掩兴奋 好期待 早上也感觉很漂亮 很兴奋 清晨八点不到 队伍就来到嘉义铺子 佩天宫庞大的绕境队伍 也早就准备妥当热情迎接 这是史上第一次 因为陆港天后宫的妈祖 和铺子佩天宫的妈祖 三百年来首次交流 举行联合绕境活动 希望妈祖母的交流 可以更加的稳固 依人的交流 可以更加的和乐 让妈祖母来庇佑中心 让台湾的所有老百姓 可以允许护卤 天后宫马祖不曾到外地 出巡绕境 这是历史性的记录 也是两庙宗教交流的开端 为了这场联合绕境活动 双方历经半年的筹备 承证规划 果然让这个活动通勤热闹 记者综合报道